大家好,我是个基因生物学家 我不是条单身狗,却恰似条单身狗 因为我那帅气无比的军人老公一年前因执行任务失踪了 每当大姨妈不在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老公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成了寡妇 可老公却突然没事人一样回来了 有点小激动,但是怎么脑袋好像不太好使 问他失踪到出现的过程,竟然一问三不知 我可以申请退货吗 就在我思考要不要买光六个核桃给他补补脑时 老公却开始飙血 呀,他自己坏的,还能退货吗 我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 老公在抢救途中,更是抽搐不值的大吐血 但这时竟然有人公然劫救护车 喵了个咪的,长不长眼睛啊 这又不是运钞车,还没等我开码 我就被一针扎运了 等我醒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鬼地方 一个心理学家神称要找我谈谈 难道我跟上期的大哥一样,被关机的精神病院 很快他告诉我前因后果 原来三年前,南京的一座灯塔 被天外来物撞击后 被某种未知物质包围 形成了一种特殊空间 被称为闪光 并且,他在不断穿地扩张 吞噬的范围越来越大 正负以化学物质泄露为名 疏散当地居民 并把这件事当机密对外保密 还前后派了几批人进去考察 都是有去无回 而老公成了唯一一个活着出来的人 可惜,目前全身器官大出现 眼看就会衰贤而亡 于是我决定加入下一批闪光考察队 去找出救老公的方法 在心理学家的带队下 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救老公的道路 同行的队友还有地貌学家 物理学家和一个医生 我们排车一排 熊啾啾气洋洋地一起走向闪光 只是,我心里有个小小的疑问 为啥队友都是女性 这么危险的任务 真的只是加24K纯养子军可用了 好吧,事到如今 再追究这个也毫无意义 我们一次从边界进入闪光 之后我从帐篷中醒来 一脸喷圈 我什么时候大的帐篷 我来这里几天了 为啥对这些毫无影响 难道是我强大的起虫器还没消散 但队友同样表示记不起来 通过清点食物可推算 我们已经近来三四天了 物理学家检查了各种电子设备 都能正常使用 但是信号却无法发射到闪光去玩 大家打包行李 继续往灯塔走 当路过一间小木屋 我发现这边的花长得很奇怪啊 同一株植物上 竟然可以开出不同品种的花 随后 物理学家在小木屋被未知生物袭击 等大家把他救出来 发现竟然是一条大鳄鱼 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 我拿起枪突突突突突 就打死了鳄鱼 曾当兵七年的我 终于有机会 耍了自帅 但是 掰开鳄鱼嘴却发现 这鳄鱼 竟然长着鲨鱼牙齿 于是 机智的我得出结论 这边动植物的基因 都通过某种方式混杂在一起 并且 越靠近灯塔 便移的渗透性就越明显 我边划船 便和队友唠嗑 原来大家都是生活不如意 导致活得不耐烦了 才会自愿加入这种赶死队 那么问题来了 有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 我老公当初为啥想不开呢 我们来到被吞噬前的南京总部 看到了上一币进来的志愿者 给我们留下的视频攻略 视频中 老公竟然割开了他队友的腹部 指尖队友的内脏 变异成舌板 在他体内大幅蠕动 这显然已经不是人类的内脏了 幸好除了心理学家 其他人都不知道那是我老公啊 不然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 之后我们又在墙壁上 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 这里真是到处透露着古怪 我半夜醒来 去找站岗的心理学家换班 顺便我也从他那儿得知 老公是因为发现自己被拾后 默默地忍了 并选择参加这种自我毁灭时的任务 搞得现在我们两个都来淌这趟浑水 我真是意识足成千古恨啊 忽然我们听到周围有动静 还没怎么看清楚状况 野猫学家就被一只熊给叼走了 第二天我在树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到了一颗颗长成人形的植物 也就是说 控制人类形态的基因 同时也出现在了植物的基因中 半夜我醒来发现 医生把我们三个打晕后 绑在了椅子上 因为他发现我老公是谁后 得了被害妄想症 觉得我们夫妻俩在酝酿今天大阴谋 打算杀了我 要死了要死了 可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地貌学家的求救声 医生激动地跑了出去 却不料 那头杀死地貌学家的熊冲了进来 他的叫声 竟然就是地貌学家死前的呼救声 医生冲回来杀熊 我们趁机逃脱 最后医生被咬死 而物理学家端起枪 突突突突杀死了熊 呀 这招竟然你也会 得救后 心理学家当场就收拾东西 要连夜赶去灯塔 而我选择原地睡觉 第二天 物理学家跟我分析 这个空间如同一个棱镜 所有空间中的DNA 都通过折射的方式 互相进入别的生物体内 取代原有的DNA 使得生物发生变异 比如 他那已经开始长草的手臂 接着他就丢下我 自己走掉了 怎么忽然我就落单了 这些坑爹的队友 我独自走向灯塔 进入塔内 我看到一个地洞 一具焦黑的骷髅 和一个DV 这又有视频攻略啊 我打开DV 看到老公蹲蹲在地上 他说觉得自己已经不指示自己 他也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他打算引爆手中的灵弹自杀 此前他对镜头后的人说 如果能出去 你就去找我老婆 最后刺眼的白光后 老公就死了 那回来的是谁 我一下子觉得毛骨悚然 镜头后的人走到镜头前 竟然和老公长得一模一样 这到底什么鬼 我打算找那个现成的地洞 钻一钻 还有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一次看个够吧 可我竟然在里面遇到了心理学家 他一个人在那里 自言自语 神神叨叨的 他告诉我 这里最终将吞噬整个地球 这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 外星文明进入地球的形式 和人类想象中的探机生命体 带着更加先进的武器 袭击地球完全不一样 没有所谓的侵略不侵略的概念 就是来给地球换个文明形态 说完 当场就表演了用嘴巴放烟花给我看 等放完 肉体也湮灭在空气中 最后又凝聚成如烟如换的形态 我的一滴血液被吸进其中 并快速分裂形成一个人形 这又是什么鬼啊 我吓得端起枪 一阵吐吐吐吐吐 这次却不好使了 对方窥然不动 只是背后多了几根天线 吓得我撒腿就抛 爬出洞外 可那坨人形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并且开始模仿我的动作 真会玩 跟他周旋许久 终于靠着我主角的智慧 塞了一个鳞蛋在他手里 他喷出到我时 很快晃化成我的样子 但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急忙跑了出去 那傻傻的家伙就被我炸死了 这个地方似乎所有的物质都浑然一体 塔内起火火苗也被复制 所有的一切也跟着起火 整个空间开始燃烧崩塌 我也终于得救 但很快被政府抓进了隔离室 盘问来龙取脉 我告诉了他们 我们对闪光的猜测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支持我自己 我手臂上有了和医生同管的温身 他们都在我体内 而我那已然恢复正常的老公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鬼的复制人 毕竟留点悬念 那我就还能再出来这天两节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吃狗粮的猫 喵